但是那個巴西的都很慘 會不會下一回合受到巴西變中呢? 不是呀 整個亞洲都很慘 集體淪陷 越南也衰了 馬來西亞也衰了 日本一直都是這樣欺負 新加坡就禁止 台灣也衰了 廣州也衰了 廣州還沒淪陷 廣州現在還有前線在搏火 如果廣州衰就不是廣州衰 簡單是整個廣東 而且因為廣州和武漢這個最大的區別就是 廣州是中心城市 它的輻射力是很強的 相對於武漢 幸好一點 廣州的機場的航班數和火車出列數是多大 武漢哪有得比呢? 所以廣州一催的話 其實基本上是中國催掉了 其實我都還沒想明白 廣州那款是印度病毒 因為它在印度回來 在哪一間醫院走漏出來 但它怎麼回來? 什麼怎麼回來? 它怎麼是中國人? 就是中國人嗎? 好像是呀 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但是總之就是在醫院裡面走出來 但是好像一直都沒有公佈 阿婆是怎麼回事 阿婆跟醫院是沒有關係 沒有交集的 中間還有 外國人就強調澳洲 中間斷了那個環 那個環還在街上走去走去 那就糟糕了 你越遲發現 它走得越久 好像真的沒有說 阿婆平時只是買菜 怎麼會接觸到它呢? 而且現在你講來講 它都是從阿婆出來的 但是怎麼從醫院去到阿婆就不知道 雖然都是在麗灣的醫院 爸爸都不要緊 整個麗灣都被落在了 慢慢找到它 但我就不知道它能不能找回 那萬一那個人是天河人 走去麗灣那天 去醫院探病給都好 才再傳給阿婆 那它走到天河了 可能性就不大 怕它那個人剛好撞正去 去大灣買蛋撻 那州人不是 每個區真的走得很正常嗎? 你一天都走幾個區吧? 我在廣州上班期間 我就沒有離開過越獸區 我自己住越獸 我上班都去越獸 但是我後來沒有在廣州上班 我就要去到佛山 就算你一個人在越獸 但問題你周邊身邊的人 都可能是隔離區來的 都不是每個人都在越獸 因為每個人都在越獸區 我們那個放數的朋友 經常走來走去 不是電話搞定了 經常走來走去 不是 經常走來走去 他經常說 我現在去佛山 稍後回朱岡新城飛過法 今晚還要回佛山去參加同事的派對 接著我問他 你為什麼還要去佛山呢? 是的 他就在那裡 唉 不醉錯了 為什麼不能去佛山飛過法? 是的 你爛起頭 這麼高要求的嗎? 狂起起飛了他 醒神就算了 你是不是做模特兒? 而且你想想 你放數而已 你又不是吳伯强的精英 或者諮詢公司那些人 要新光頸靈 又不是金融財進 雖然你都是金融的猶豫 但你不是財進 你是放數的 你不是投降那些人 要將每一條頭髮絲都要摺到很威風 你看他就是這樣 坐地鐵 哇 一夜穿幾個區 都是啊 你又得對 但是現在天河啊 其他區都沒有新發現 那有沒有大規模檢測呢? 我老爸說月秀又開始檢測 但是我老爸說太多人了 還沒測到我 他說我現在排隊排在死 你這麼多人排隊不怕出事呢? 雖然大家都戴口罩 口罩其實是重要的 如果你有口罩 你其實已經可以阻斷到80%的傳染紀律了 但是你真的有很多人 還可以逼劫 還有一個老爸拿著相機拍攝 他說那段影片是不是 我留下一個老爸還是阿姨來的? 很多人 這些口音是正宗的廣州老爸 所以今天我就罰了一條新聞給你看 那條新聞是ABC一個神間節目的主持人社 他就說 為什麼每個人都不戴口罩呢? 當作是沒事在交通工具上面不戴口罩 然後他罰了很多東西 還罰了QR Code 但是其實你如果最重要是戴口罩 其實最重要是戴口罩 什麼的問題? 鬼佬就是他按照你政府的頒布的東西 政府就是一沒有東西他就解除這些限制 鬼佬不跟中國人 中國人我相信廣州至今都沒有叫你一定要戴口罩 但是他依然戴口罩 你之前說什麼?怕死的那些 是啊 怕死的 鬼佬不是啊 我老爸跟我說 他是有疫情之後 哪怕沒事的 我老爸都會戴口罩 雖然口罩他會戴很多天 但是他都會一直戴口罩 現在出事 他可能口罩都會換得貧一些 就是說我散步 我就會把口罩拿下來 但是我都戴在衣服上面 但是一去到有人的地方要聊天 然後他說我買菜啊 買東西啊 他說我都是戴著口罩 只要一天室內 密閉空間 封閉 有壓遮頭的地方 我就會把口罩戴回 就會這樣 你應該叫老爸買回那些 可以洗的口罩 不是一次性的那些? 哎呀 總共的口罩是便宜的 如果真的有細菌 就是說有那些病毒 就似乎在你的口罩上面 我也不知道 我要說一下 其實我以前都不知道東南亞輪陷了 今天聽他們說才知道 整個東南亞是輪陷了 馬來西亞又禁止了 今天是說馬來西亞還是說 哦 馬來西亞一天八千多來 是不是真的? 一千多就不是很多 馬來西亞只有2400萬人 兩千多萬人口而已 兩千萬那麼少人嗎? 是啊 馬來西亞很少人 新加坡也有五、六百萬人啊 屌你啊 這麼少人? 馬來西亞很少人啊 如果兩千萬人有七、八千人多一點 因為韓國就應該是雙倍了 如果是兩千多萬人 你老媽七千多個個案 其實那些全部都已經崩潰了 8209 兩千萬人的國家 馬來西亞的國家 應該不知道啊 不是大國家 是啊 我之前有朋友跟我說過 三千萬 那泰國幾人? 泰國應該多了一句 泰國人多了很多 泰國幾乎七千萬人口 泰國人口是雙倍更多 那泰國不是超級大國在當地嗎? 哈哈哈哈 印度尼西亞 印尼多了幾億人啊 印尼 印尼世界不知道是第幾個國家嘛 2.7億人 2.7億人 對呀 印尼 對呀 印尼的疫苗 對呀 印尼的疫苗 印尼一天只多了五千多例而已 印尼的人口是馬來西亞 差不多十倍 接近十倍 為什麼馬來西亞現在是八千多? 我猜馬來西亞已經沒有脾氣了 它不是這個問題 它其實已經是壞了這個國家 一旦到了這個程度 因為你的國家的ICU病床只有這麼多 你就變成全部人 要不就在家裡等死 就在印度 要不就撿爆了 就算我們剛才說台灣 台灣不是很多例而已 台灣也有兩千萬人了 台灣也已經說 就是現在的病房 它說以前是一間房一張床的 現在要發展一間房兩張床 雖然這個對中國人說得很正常 一間房兩張床沒問題 是啊 而且一間房三張床 一間房兩張床這麼少 我記得每一間房五六張床 火很大間的 大家晚上在這裡深淫的時候 大家都聽到的 就是我們那個誰 金融才俊 晚上他去社區醫院陪他爸爸 他到晚上頭痕 旁邊阿伯你媽媽在這裡深淫 不是被人吵得爽的那種深淫 是病痛到他深淫 是嗎 對呀 晚飯就死就死 很恐怖 他不需要睡覺 所以 這個又要看到祖國和台灣的差距 台灣一間房一個人 你有關係這個普遍都是有錢的 我意思在說有錢你沒有關係的 沒什麼用 除非你去私家醫院也不一樣 你喜歡十間房間就買了 那你就去莆田醫院了 但是抓那些私家醫院是給你割包皮的 還有陸仔的 可以看病啊 我不知道 不是都是一些男科醫院 女科醫院 女子醫院 男子醫院的嗎? 我之前見到廣告那些 我之前很棒啊 阿強和我說 他早上坐大巴 經過廣告大道 就是養肌村 對著廣告大道那邊門 他在醫院 他說經過看到那些女子很棒的 穿著小點裙子 真的好像東莞那些 護士誘惑的腳 什麼意義啊? 那個包皮那些 等一下 你說的正是在廣告牌上 一定真的有條女子 真的有很多條女子站在那裡 那些護士 比如說搞得好像東莞那些 是護士主題的 都不知道裡面是醫院還是讀館 是否都想去檢查 包皮有沒有過場 想給那些護士去檢查 那個包皮可以這樣 不是小時候只能割 幾十歲都可以割 沒有開玩笑而已 他可能是不日不慾的 那個包皮幾歲都可以割的 不可以割的嘛 適時期之後 會爆線 我敢當時學之前去割 因為初中你早上都會割 其實不是的 我是說我兒子 三歲都會割的 就是朝早的那些 不是有意識的那種 我知道 很急療 如果小朋友都會割的 如果小朋友都會割的 可能真的要 我出生就拿去割 好像公公那樣 出生就拿去檢查 我真的想不到 其實我原先就是覺得 應該都慢慢慢慢會 會逐漸逐漸平息 發展到太平盛勢 怎麼知道現在 其實我想都想不到 澳洲還會進入禁止 我覺得 其實最壞的情況 就會好像 上次 生活豐富阿伯 最壞的結果就是這樣 大家 生活豐富阿伯 早上兩個星期才是 昆士蘭和西澳禁止 他們是士系 不是 他們也是怕死 然後呢 都不肯面對鍛鍊 逃避鍛鍊 你經歷過風雨怎麼成長呢 一來就禁止 一來就禁止 逃避這些挑戰 不行的 他兩個禁止 其實有些霉頭 因為他只有一單半單 是啊 馬上就禁止了 他們怕死啊 不肯面對鍛鍊 其實正常來說 尤其是在阿里亞洲 那時候是黑人 今天照片說 你老母子 第四次禁止了 不過第三次是哪次 我不記得了 第一次第二次我知道 我也不知道 第四次不是第三次 為什麼會第四次禁止呢 又禁止了四次這麼多 沒有了三次 我印象中也是三次 第三次可能是提高了 可能是Level3 但是現在是Level4 唉 沒所謂 總之就是 那個禁止了 之前更嚴重 之前有消感 其實是晚上幾點之後 不可以出街 雖然我也不知道 有什麼疑點 一向都沒有人 沒有人出街 是的 這麼晚還出街 你又沒有酒吧給你開 商店又不給你買東西 你又不可以超過 五公里以外的範圍 集會人數 就是你們又不可以 太多人在一起 沒有集會 沒有集會 這個消架 唯一的例外就是 你看到你女兒就可以了 你兩個人 去搏東西就可以了 欸 對